光照进生活 光看见设计 光创造品味 光改变世界 我是UNO赖语浓 UNO Life光听你说 让我陪你说设计 谈生活 一起听光的故事 在光里 我们遇见未来 用光带你听设计 聊生活 走向世界 大家好 欢迎收听UNO 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赖语浓 您收听的是PopRadio联播网 北部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陶珠苗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这个小时呢 在礼拜六的早上 我们一起来在生活里面 探索各种不同的永续小智慧 那我们是一个专门在讨论 或是说访问这个有名的设计师 节目开播到现在呢 也来来回回 访问了很多 就是我心目中觉得很棒的设计师 或者是有可能我们在台湾 常常看到他们的作品 但我们不见得有这个机会去 更深入了解他们设计背后的动机 或者是想法 那没问题 你只要在礼拜六的早上呢 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 礼拜六早上11点到12点 UNO Life的光听你说 我们就帮你把这些大咖呢 通通都邀请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那今天呢 当然也是一位大咖 那这位呢 其实大家常常会看到他的作品 我自己也是他的这个作品的粉丝 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他们作品 他们的作品都会有一种 很特别的一种感觉 那我记得最近看到的是在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因为刚好前阵子我们也刚刚做完了 这个高雄的案子 那我记得上次去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那时候还没有开幕 那我们就进去里面 就刚好看到大厅里面 有一个漂浮的一个机械装置作品 那你一看就说 哇这一定是豪华朗机工的作品 然后说对就是特别请了豪华朗机工 来做了一个作品在这个地方 那他们的作品呢 你一定有看过 因为包含像之前早一点 台中的这个花博会的时候 有出现过一个聆听花开的声音 那他的作品其实都会有一些 这种机械感 那会带入一点点的这种灯光 然后透过这种编程的方式 你就会看到这种机械在动 好像那个仿佛这个机械是有一些生命 那这样的作品其实 你如果仔细去看 或是说你可能看一阵子 看久了 你会觉得很疗愈 那我就一直很好奇 就是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人 也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师 艺术家在这个背后 可以做出一个这么特别的作品 那明朝暗访之后呢 其实豪华朗机工他们其实是一个团队 那这个团队呢 他们其实各自有一些不同的擅长 然后他们可能是很信奉一种叫做共同创作 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们所有的作品呢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或单独的艺术家去做出来 而是呢有四个人呢他们一起不断的讨论或发想 然后呢每一个人丢一些东西 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小的piece 最后形成一个共同创作的作品 那知道之后呢 其实我就又再去找了很多他们的作品 那发现其实他们的作品的这个面向还蛮多元的 其实他们不是只有这种很机械式的 那也有一些是比较带一点点这种温柔的 这种叙事师的这种感觉的作品 包含就是上次在这个小花小花系列 他们有一个叫做很难很难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刚好是跟娃娃 魏如轩 然后跟这个凤小月跟陈建奇一起合作的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也在当时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回响 这个作品其实是也很特别 那这个作品呢又是展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好那讲了这么多其实大家就一定会很好奇 就是哇这个豪华朗基工他非常多产 而且他的这个作品呢非常的有特色 那他的这个作品呢又不像是一般的艺术家 那么的高深不一定看得懂 但他的作品你一定看得懂 就是他的作品呢 他有一个张力 他有一个故事 那他有一种艺术的形式 那但是他在动的时候呢 又会有一种优美的感觉 所以你一定看得懂 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创作的故事 是我们值得去细细品味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特别的邀请到的是 豪华朗基工的这个创办人之一 也是创意总监坤颖 那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常常遇到 那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坐下来聊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把他请到现场来 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 豪华朗基工这个团队特色 然后他们比如说在这个创作时候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灵感 让他们可以创作出这么多有趣 然后充满艺术感的作品 好那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Uno 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赖宇农 哈喽 那今天呢 听听看谁说 今天真的很难说 因为今天呢 我们要访问一个非常豪华的 这个算是我的同业吗 也算是有一点点同业 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地方有遇到过 但是他做的东西 比我们做的东西要酷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先请这个 豪华朗基工的共同创办人 创意总监林志颖 不是啊林坤颖 坤颖你好 大家好我是坤颖 首先呢是这样子 就是豪华朗基工 其实常常有听到 尤其最近这几年 听到的次数蛮多的 然后这个名字很特别 就是虽然它很复杂 但是因为它很豪华 所以一听到就记住了 先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 当时为什么取名豪华朗基工啊 朗基工其实是logical的意思 哦 那华丽就是luxury 或是很多很复杂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生命体 一个生态系就对了 就是我们觉得这世界上的各种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包括比如说光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形象 可以让我们看到颜色 那它也有能量 让光和作用它去执张 所以我们认为好多东西都是黏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很豪华的逻辑 对 原来是这样 因为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 好像朗基工就是感觉上是不是有一点点 好像是什么方言转换过来 的确就是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一听就记住了 然后呢又我看了很多你们的作品 包含像在台天大楼上面那个啊 很多灯泡 其实你们一直也都在做跟光有关的事情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知道的是 你们的作品很多会带入机械的这个元素 所以你们是里面有这个团队 目前是有人专门在做这种机械的研究吗 我们团队其实是四个艺术家组在一起 两个是雕塑背景 两个就是新媒体 就你说声光机这样的一个媒材 那耿豪耿华 他们就是雕塑系 那尤其是耿华 他后来就开始研究机械动力 这种很控制的 但其实他非常着迷于飞行的机械美学 所以我们的作品就开始出现了一种运动 那我们另外两个呢 比较喜欢让用程式是控制让东西动 所以我们喜欢让光动 有就是上次那个 大家应该上网可以查一下 这个作品很漂亮 是上次那个台中花博会 听见花开的声音那个 那个其实就是机械 光然后跟整个的动作全部合在一起 那个作品就是的确有把你刚才讲的这几样东西 都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啊 我们都会说它叫做声光机的作品 声光机哦 理解 所以不会所有作品都拥有这三个 对这个三个特性 有时候是雕塑 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只是动画 它就是一个影像这样 但我觉得能够把这几个元素加在一起 它需要一种蛮大的调和性 好好的去调和说 怎么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么什么都在动了 那我们还创造一个会动的东西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作品 其实是很容易了解的 就像我们看到一个艺术品 但这个艺术品呢 就像你讲的 因为它有光 然后它会动 然后它有一个形态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就知道说 你想要传达的 或是很快可以进入那个状况里面 了解说 哦 你想要创作的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可以聊一聊 比如说这四个人 你刚讲说有四个人 就整个团队其实 创始人是这四位 因为各自带不同的 那你有曾经提过在某一个 访问有提过说 先有共识再来创造 对啊 所以这四个人 大家怎么分工 通常是怎么创造的 就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一个团队要组成 最开始一定很热情嘛 对不对 那热情以后就会各司其责 就不管三七二七什么都做 就我可能 我可能会做音乐 我会来做音乐 那你会做机械就做机械 大概一直做 那这样子的过程 大概持续了四五年之后 就会进入到一个需要 leading的状况 就是以谁的 谁跳出来为主轴 这样子吗 对对对 就是不同的project 它需要一个 其实是美学的主导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学 它还是蛮独一的 蛮锁定在不同的语言上面 所以我们就开始出现有艺术总监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不同的project上面 那所以大家会轮流做 就比如说这个project可能比较适合以谁来主导 比如说这个project可能是雕塑性比较强 所以可能就是雕塑来做主导 对我们就是这样子去从事 所以开始出现了共创 就是说合作这个想法 它从混种跨域跳出来 我们讲说我们在做合作 那合作久了就开始变成共创两个字 可是共创又觉得已经被标语化了 大家都在讲共创共创 那共创是什么 我们就继续去定义 我认为要先 大家要一直聊一直聊 那种感觉非常的开心的 就是我们聊一个idea 也许是聊你的经验 他的经验 大家的经验 其实可能大家有看过很难很难 这件作品 他就是这样聊出来的 真的啊 那个作品也非常的撼动人心 那共创创的部分是非常耗能的 就是当我们要真的做出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动用到材料 人力时间各方面 可能还有资金资源 所以前面没有共创好 后面去做 我觉得大部分都走不进去 那个经验里面 所以你的所谓心有共识是说 大家先把脚本都先聊透了 我们再来开始创作 再开始说 比较不会到后面的时候 就一直在鬼打墙 对啊 谁想要 你看在一个剧场里面 假设我要跟灯光设计去工作 事实上也除了灯光设计本身 可能已经非常厉害 他会给出很多反应 可是你还是需要聊 我们还是需要聊 聊越多他知道越透 也许去泡个汤也好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体会 懂我知道就是有一种要坦诚相见 对把心挖开 大概是那样 好我很有画面 因为那通常像这种共识 就是大家要形成共识 你的经验大概一个作品需要多久的时间 大家可以形成共识 应该不是用时间来说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过程蛮好玩的 像是时间真的不够了 必须要把这个创业想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一种很压力的方式 就把它聊出来了 所以他还是会聊出来 就我很喜欢那个情绪曲线 就是一开始大家可能就觉得说 还有时间我们来放松一点 或者是按部就班这样 但事实上聊出来那一刻感觉都很像 就觉得对了 是这个是这个方向材料也对 了解了解 那所以比如说假设我们如果用像那个 听见花开的声音这样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先有这个形 然后大家再开始慢慢的加入创意 还是是说先有创意再慢慢的把它组成一个形的 它的过程是先有创意的 那它的起源 我们一开始得到题目叫花神 花神 那你看四个男生要去做花神 就觉得那要做什么 花仙子吗 还是什么 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放着 我们就开始看好多资料 去看怎么样可以达到 就是你刚刚讲说大家觉得 还有时间我们慢慢在想 对在想 但那个时间也蛮紧迫 那原始的idea就是 有一天梗华在洗澡的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聊很多 他就突然脑筋就冒出一个画面就是哇 能不能就是很多花像水喷下来吗 很多花被滋养就这样 他就隔天他就很兴奋 他就告诉我们大家 就跟那时候在台东的字箭说 然后就打电话跟我说 我们马上一听就那个idea就 你在脑中有一个画面 跟我们之前聊的东西也就合在一起了 所以大家就往这边冲 感觉你们蛮容易在洗澡的时候找到创意 坦诚相见的时候 我理解我理解 其实我也蛮常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想事情 对因为那时候 一洗就很久 对就是好像会比较脑子比较清楚 哦了解 那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一起找到共识 突然往前冲的时候就很快 就是你加什么我加什么 然后大家就把一起这东西做出来 那你们现在在做这种创意 其实老实讲 现在当然做出来之后就很具象 但我可以想象 你们一开始在讲的那个画面的时候 如果我不够进入状况 其实还蛮疯狂的 譬如说你说很多花这样撒下来 那然后呢 就是怎么去把它具体化 所以你们的这些创意 一开始都是从一些很疯狂的想法 然后慢慢慢慢的具象 这个过程 你会用怎么去形容它 也蛮逻辑的耶 其实如果这个想法 我们有共识 就是那个画面大概是那种感觉 的时候就会有人开始动手画画 哦画画了解 那有的人画得很随笔 有的人画得很精密这样 就是去对焦 他就会对出来一个东西 懂懂 那真的很准的就一出来就出来了 哦懂懂懂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疯狂 因为可能idea可以很疯狂 但是其实真正在收敛 在聚焦的时候 反而四个大男生 但是你们其实有各自的背景 有各自的专场 是可以很快的把它理出一个逻辑出来的 那上上是那个 假设譬如说花开的声音 这个音乐的话是谁做的 花开的声音那时候找建奇老师 曾建奇老师 建奇这个名真的阴魂不散 是不是 但是我好喜欢跟他合作就对 因为他他当然自己做创作的部分也很很棒 但是我们找他是当音乐总监 所以那一整个以零电话开声音来说 他需要在我们就跟他说共创 他在说好那就共创 那他就在找了四位作曲家 那也因应一个花博 他可能需要比较有秀的形式 有那种单点的形式 就三分钟的然后五分钟七分钟 他就去tune了一整个表演 其实我也有跟建奇也有合作 所以我大概知道你说的那个感觉 就是其实当大家都在自己的专业点上面 然后一起在某一件事情上有共识产生火花 我觉得那是蛮爽的 其实设计来讲 好那我们进下广告再回来听昆颖 跟我们聊一聊这几个作品 欢迎回到UnoLiv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赖云农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 是豪华朗机工的共同创办人 坤颖 坤颖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哈喽 所以大家其实很常常看到 豪华朗机工团队的作品 其实他们的作品充满很多机械性 譬如说像我记得上次我也在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大厅有看到 就是有点在飞的那个 波光之翼 哦是是是 那其实就是有点翅膀 就你刚才提到 有那种飞行啊 这种机械性的东西 所以这些机械是近年来的一个创作的风格吗 从我们创传开始就有一条机械的线 所以我们试着把 这些很多元的小零件 组在一起去传达一种漂浮 或是一种游动的感觉 我们觉得那个对比很强啦 对我也自己觉得 因为其实机械这个东西 其实像那些作品 其实它是金属的 它应该是金属的吧 金属 但是金属它其实动起来之后 因为它有一个韵律感 它又变得很柔 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反差 有一点冲突 就你会想到说 哇这样的这么硬的东西 它竟然可以动起来这么的柔美 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机械 像这种有规则 有韵律的东西这么迷人吗 因为事实上就是艺术在对比 我们的人生 就是每个人在看一个很规律的东西 慢慢的时候 久了就很像看时钟那样 它会失去一个时间感 那这时候 我们人生 或是我们的故事好了 跟它就会有一个对照 它又这么的感性的 好像一直在抚摸或是在诉说 事实上那个感觉是让观众拿来跟它的生命做对照 所以你看越久 它就越可以给你进到一种沉浸跟可能是哲学思想的 我懂的确有有有 因为其实我们也在辩论就是其实时间 时间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抽象的 对那其实时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硬去赋予它的一个刻痕 但其实并不是真的有这样时间的东西存在吗 所以我的确就是比如说在看你们的作品的时候 如果你看看看看入神了 你真的会有一种疗愈感 我觉得是有 就穿越那个一种时间的感觉 嗯嗯嗯嗯 好所以这些机械的这个编程是你们有特别去学 还是说这个是也是像女士长共创慢慢去把它研究或是摸索出来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借用了不同的专业 就在整合新的专业 所以我们当然也有反正控制你也知道 他就是可以让他固定的控制 这样他就是一个比较封闭型的控制 那有一种控制是互动型的控制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System整个界面都处理好之后 那他就可以供给新的创作者再去创作 所以我们大部分像你刚提到聆听花开的声音这样 他的花的动态要跟音乐合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必须把音乐的节奏或是他的音频分析 先分析好就像做动画那一笔一笔刻 懂懂懂所以他其实是有互相连结关联性的 他并不是自己走自己的 对那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他变成一个程式嘛 那程式嘛他在跟电机系统连结上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他跟新的Sensor连在一起 比方说跟风速记或是跟太阳的轨迹的日照方向 我们可以跟他们连 那这朵花就跟着他开 他就有这样的一种生命跟自然参数的一种表现 懂所以其实说实话这当然很逻辑很处理 而且其实有机械性的这些物理特性在背后 但是当然最后你们处理完之后 他呈现出来因为不管你是用音乐也好 不管你是用这种运行太阳或是什么 这些自然东西把它带进去 他就变成我觉得很柔美 那就又让我们想起来就是之前也有一个 那个小花计划的那个作品 那个作品其实感动很多人 而且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作品的时候 我很难想象那个是你们的作品 因为那个跟你们其他的作品都很不一样 那个就是很赚人热泪 那是一盏灯嘛 就是只有一个光一个空间 然后当时那个整个创作的想法是什么 主要是希望跟流行音乐做一个合作 那时候我们我们很幸运就是跟娃娃 但是大家都很free讲真的 所以不知道聊什么 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同时经历了一种状态 就是他的家人离开 那我们是更好离开 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失去这个主题 而且是失去不会再回来的这个主题 说再见 说再见 那一开始想要用冰块 想要用水 想要用什么 但我们就觉得就是光 因为光它可以代表 尤其是一颗光 它可以代表 感觉你蛮容易在洗澡的时候找到创意 坦诚相见的时候 我理解 我理解 其实我也蛮常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想事情 对 一洗就很久 对 就是好像会比较脑子比较清楚 了解 所以现在比如说 那就是如果大家一起找到共识 突然往前冲的时候就很快 就是你加什么 我加什么 然后大家就把一起这东西做出来 那你们现在在做这种创意 那其实老实讲 现在当然做出来之后就很具象 但我可以想像你们一开始在讲的那个画面的时候 如果我不够不够进入状况 其实还蛮疯狂的 比如说你说很多花这样撒下来 那然后呢就是怎么去把它具体化 所以你们的这些创意一开始都是从一些很疯狂的想法 然后慢慢慢慢的具象 这个过程你会你会用怎么去形容它 也蛮逻辑的耶 其实如果这个想法 我们有共识 就是那个画面大概是那种感觉 的时候就会有人开始动手画画 那有的人画得很随笔 有的人画得很精密 就是去对焦 他就会对出来一个东西 那真的很准的就一出来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疯狂 因为可能idea可以很疯狂 但是其实真正在收敛在聚焦的时候 反而四个大男生 但是你们其实有各自的背景 有各自的专场 是可以很快的把它理出一个逻辑出来的 那上上是那个假设譬如花开的声音 这个音乐的话是谁做的 花开的声音那时候找建奇老师 曾建奇老师 建奇这个名字真的阴魂不散 是不是 但是我好喜欢跟他后面再remix他 变成一个现场的声音版本 所以大家哭应该是哭这个版本 对其实我刚正要讲就是 因为我的背景也是剧场嘛 我觉得他就非常非常的剧场 但是你们又有把它推到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剧场里面 我也曾经想过说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会动的灯 但是在剧场里面很难去做这件事情 会动的灯这件事情 他本身就有一个情感 或是他本身就带有一个戏剧的张力 因为他会带你去看你想看到东西 或是他想要你看到的东西 所以他本身就有一个戏剧画面在 但在剧场里面很难做这件事情 那你们用这个机械性的方式就是做到了 那做到这个他的那个整个张力 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很没有边际 因为你可以这样看 你可以那样看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情绪带进去看 那他就会引发出很多的情绪的泛滥 对啊 我记得有一天 当时的文化部长 就是郑力军 他就去现场 那我们就担任要去跟他讲解 对不对 那我们就很认真想说 我要好好介绍这件作品 就大概说到十分钟 很快他就用手帮我们挡住说不要讲了 他已经感受到了 然后大家就后退 他就在那边哭 那也是我做到目前为止 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件作品 他跟刚刚说的灵天花开声音 那个是大花 这个是小花 对 但他的强度其实我觉得是一样 对强度很难去说哪一个比较大 一个是很直觉的 视觉的一个震撼感动 但一个是直接碰到你内心里面的那种 把他拉出来 所以其实作品可以做到真的这样去感动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成功 那除了像这样子的作品之外 我知道你们其实在新媒体这块 其实也一直在推陈出新嘛 所以其实是不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作品 在过去或是在未来 你们还会继续再找这样子的作品 的确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像机械的这一个发展的线条 也有提到运动的光这种线条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跟声音合作的这个线条 大概从这里去发展出来 我们现在更喜欢跟自然动能去连结 比方说今年的9月 我们要到澳能登艺术季 就是同一个策展人是那个赖户内海的策展人 北川富郎 他就邀我们去澳能登做了一件 回应当地人口流失产业消失的一个 算是大情境吧 那我们就利用那边的乌瓦 去做成一个也是蛮大的洞 那他的让那个乌瓦在上面跟风去做平衡 那彼此碰撞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声响 但实际上是那个地方的乌瓦 那个房子已经可能都很少人住或是人口老化了 那黑色的乌瓦又特别的鲜明 在里面已经没有人住或是人口变少 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只是当地的议题 他其实全球的议题 那我们想要把它动成一个洞 那他里面就像是一个堡垒 或是像是一个家的 重新再reunit成一个家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又随着风 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很strong的punch 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但他有一些话语是可以透过流动 去把它新说出来 那个对我们来说是现在更喜欢的一个形式 像这样的作品 我其实听了非常有画面 但是会考虑 比如说一些比较永续的议题 也把它带到这个作品里面吗 比如说我听到你们是用当地的这些瓦吧 这个当时有想到吗 有耶 我们有一件作品叫日光玉 就是我们每次做日光玉 我们就一定到当地 去收集当地的家里 不要的灯具 我们就把它修好 重新修好 装上一颗可以电控的灯泡 那就把它放成一个球形的画面 就变成一颗太阳就对 重新照耀我们 这个是就是当时 现在放在那个台电大楼 对对对 那个的圆形是吗 对 这件作品有十个版本 台电大楼那个是第九个版本 哇哦 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行为 就是说把一个旧的坏掉的 然后我们重新赋予它新的生命 嗯 我们也认为那个东西它是会记忆的 是 那在我家的台灯 他可能看过我考联考哦 他可能看过我写情书哦 他可能看过 他有这个 虽然我们也不可言说说啊 每个人的故事是什么 但其实他就像你家的镜子一样 你每天照他 他就是看你 他就会承载一些过去的一些记忆 其实我觉得你们有把这个艺术的这个行为 或是艺术的这个模式 其实有把它发挥到一个很大的极致哦 因为其实这就是艺术嘛 因为这个艺术最大的力量 艺术最大的力量就是说 呃 或许你不特别的去讲给他一个statement 但是他上号就用一个 呃 艺术的一个形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而且触碰到你的心里面 然后你也重新去发现这件事情 那其实就是艺术的本质 这个很难很难 那个作品真的大家 想办法去上网来找来看哦 他非常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吸引人 那有很多的这个作品跟光也都有关系 那所以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听听昆颖 说说看他们的作品跟光的关系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事 欢迎回到Uno 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赖宇农 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 艺术的创作是豪华朗基工的 共同创办人昆颖 Yes 昆颖真的非常炫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整个热血沸腾 他们的作品呢 我认为是一个艺术形式的一个最佳的表现 因为他其实是深浅都适宜 就是比如说你要看得很深 他其实真的有些作品真的非常深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只是 比如说像这个聆听话开的声音 我只是去看他的这个形 然后我被他这个美丽的画面震撼到 其实也是可以 然后刚才也提到 比如说透过一些再生永续这样的一些想法 把一些过去家里面有充满记忆的灯具也好 甚至一些小的piece重新再拿出来去诠释一个新的艺术创作 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有趣 你的工作真的让人家很羡慕 其实我们跟光也蛮有关系 你知道豪华朗基工的朗这个字 在定名的时候我们还有想过什么豪华鱼鸡公 反正我们就希望是个动物 哦OK 豪华狗鸡公 就希望是个动物 那后来选狼这个字 它在中文有它其实就是光明的意思 狼 那这个字基本上查不到负面的诠释 真的 狼这个字 那它的台语谐音就是人 狼 那我们就觉得很不错 我们就决定 人也是动物 用了这个 人也是动物 所以就成功了 所以这就是聊出来的 动动动 那你看我们的作品可以用一种 比较无意识的方式去看 因为它会创造很多流动给我们 就像有一件作品是 跟三万七千两百个小朋友一起合作 天气好不好我们都要飞 天气好不好我们都要飞 有见过这个作品 那事实上 它的这个stop motion是非常简单的 但它每一幅画都是一个小朋友亲手画出来的 那连结成一个长篇的这个移动动画的时候 它又360度把这一只彩色的鸟给诠释出来 那事实上对团队来说是什么 我们是真的走过台湾 就真的到了哇这么多地方才收集到三万七千两百个小朋友的作品 那这件事情 比较是我想传达的是一种 事实上是流动跟交换 我觉得我们作品很多时候是站在这个角度 去谈我跟我们人我的关系 就像大家应该有印象是世大运的圣火台 那圣火台它是用那个脚踏车的结构 台湾就是很多这种精密加工的产业 我们就去用他们的制程法 那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一个火焰的感觉 那它就是也是机械动力 用这个方式去完成了一个圣火 去承载那个能量 所以你们的这个艺术的背后 其实也有很多的行为在里面 而且这些行为不见得只是创作 是在寻求或寻找这个创作的过程 它发生了一些行为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请教你 就是譬如说你如果从现在看 现在好好朗迹 跟我们创立多少年了 第十二年 那如果你回头看十二年前 刚开始的时候 跟现在你们在做的这个作品 我相信有很多的不同 那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你会怎么去看它 哇 这个问题很大 或是我这样直接问好了 就是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是 你想要再往下发展 就是现在还没有做到 但你觉得可能很酷 因为这个就是好像不同的养分 一直不断的在变大吗 其实也也蛮容易理解 就是说我们在创作初期 其实已经聚在一起 就已经是想谈如何协作 我们一开始就是只做团队的作品 我们不做个人作品 那现在当然会有一些个人作品跑出来 那是在一个团队作品的与会建立 完成之后我们去做 那那时候影响许多小团队的发生 就是艺术原来可以共创 但是在表演艺术当然是共创 当然是一种集体艺术 可是视觉艺术它某个程度 它需要找方法 那我们那时候就这样子 四个人去完成 事实上那个合作 慢慢的我们的生命也有点结合在一起 那到了现在已经12年后 那个又长大成有团队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像种了一颗果实 它就变成了花 花又可能要再变成花园吧 就是它会慢慢有机的一直成长 好那我们其实会很期待啦 就是其实我今天也听到很多 也学到非常多 从之前我看好好朗基工的作品 有得到一些感动 然后今天透过昆颖来跟我们讲 我们其实又知道更多 他们在创作的时候 产生的这些共创的这种过程 就是艺术品 它其实不一定是一个个人的作品 它有可能是大家一起 发生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更期待 好好朗基工还可以再 做出什么更多的作品 让他来感动我们 好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去追踪一下 好好朗基工他们的这个 有什么社群还是什么可以让 我们只有一个粉砖 粉砖好的 那我们就锁定好好朗基工的粉砖 我们看看他接下来 还有什么作品可以感动我们 那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礼拜见